我个人每天都会多字去调节显示器的亮度 以适应不同时刻的环境躁度 笔记本电脑上一般都有调节亮度的快捷键 但台式机上没有 只能通过显示器上的菜单去调节 偶尔调一下还好 经常调的话就太麻烦了 因此很多人都懒得去调 那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这款软件就能解决这个痛点 Click Monitor DDC可以用快捷键或者鼠标来调节亮度 也可以用来调节音量 这个软件支持的操作系统是Windows 7或更高版本 还有一个条件是显示器要支持DDC协议 显示器是支持的也有少部分不支持 大家可以进显示器菜单看一下 如果有DDC CI的相关选项 就说明一定支持这个功能 Click Monitor DDC是免费的 官网下载地址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简介中 它提供了便携版 无需安装 解压后直接打开就能用了 打开后我们可以看到 任务栏多了一些数字图标 这三个数字代表了亮度 对比度和音量的值 左键点击任意一个图标 就可以看到软件的主界面 在这里可以轻松用鼠标左键去调整亮度 对比度 如果你有多个显示器 先在上方选中目标显示器 再进行相应的调节 默认是sRGB模式 不可单独调整RGB的值 切换到U在E模式后就可以调整了 你可以降低RGB中蓝色的值 模拟护眼模式的效果 右键图标 点击Settings 进入设置中心 这里的选项非常丰富 第一个页面是通用设置 软件默认已经勾选了开机自启动 在这里还可以自定义图标颜色 隐藏某些图标等等 有几个选项是关于双平的 我觉得非常有用 这个选项我觉得可以翻译成选择跟随鼠标 比如有AB两个显示器 勾选这个选项后 当鼠标移动到B显示器 按下快捷键调节亮度 就自动调节B显示器 不会影响A显示器 还有这里 勾选SIME VALUE之后 所做的动作会同步应用到所有显示器 无需一个个调节了 如果你有两个以上的显示器 这会非常有用 点击左侧的第二个标签 这里可以设置鼠标的行为 左上角的这个区域 用于设置鼠标中键点击图标后的行为 比如中键点击亮度图标 可以在0%亮度和50%亮度之间切换 右上角这个区域 可以设置鼠标旋停在图标上的时候 滚轮调节相应值的幅度 默认是10 如果你想要更精细的调节 就改小一些 底部区域可以设置Ctrl按键 配合鼠标滚轮实现的操作 比如我设置了Shift加鼓能等于调节音量大小 这可比常规的操作要方便太多了 右下角这里需要填入具体的命令 那命令的语法其实很简单 V加10的意思就是音量加10 C加3的意思就是对比度加3 以此类推 更多的命令可以在帮助文件中查看 点击第三个标签 这里可以设置快捷键 它默认没有快捷键 需要自己设置 左侧是按键 右侧是对应的命令 我个人用了F7 F8 F9这几个键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置 点击第四个标签 这里可以设置自定义右键菜单 比如我把最高亮度 中等亮度 等预设添加到了菜单中 使用起来很直观 很方便 点击Timer标签 在这里可以设置在某一时间点 执行某个命令 比如到了晚上就自动降低显示器的亮度 那我个人还是更喜欢手动控制 所以这里没有设置 好了 软件我已经介绍完了 你学会了吗 如果还有疑问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